王思聪有个身价30多页的朋友孙明南 自从见过张子林一面后 就对他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追求 微博美人一笑在私人游艇上为其举办生日会 现场9999朵玫瑰 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送豪车送包包显殷勤 孙明南送的那叫一个不手软 天天守在他的剧组 早上跑照半个城市去买他喜欢的早餐 他排完气后还当免费司机 这个富二代如此失着 张子林却无动于衷 看都不看转身嫁给了普通人 有人会说他傻放着豪门不嫁 但看看嫁入百亿豪门的西孟瑶 生下和家长孙后才被婆婆认可 张子林的选择还是理智的 他一贯追求自己的目标 如同高考这件事上 他所以去体校练习田径运动 因为天生有逆天长腿 所以比赛总是能轻松拿奖 也因此进入了清华大学附中学系 还和刘翔一起训练过 成绩也理所当然的优秀 但12年的运动生涯并不是他最理想的 所以既能靠运动成绩饱送清华 但是他还是放弃了机会 靠着积极考入北京科技大学 张子林身高腿长 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有不少富二代都表白过 甚至为他疯狂 为他打架 但是张子林不为所动 统统都拒绝 因为他忙着去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大赛 幸运的是他凭借一天长腿 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 取得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总决赛的资格 从一百来个国家的模特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第一小姐 舞台上的张子林带着皇冠 穿着蓝色鱼蚝裙亮相 结果身上的兽带不小心掉落 但张子林表情淡定 一点不慌乱 手急眼快地拿着兽带 台下响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张子林算是刘翔曾经的正牌女友 两人绯闻的来源 便是两人同为跨栏运动员 还曾一起训练过 于是他被媒体跟刘翔 组合到了一起 还有好事者为两人制作了结婚证 刚才女帽的搭配 的确让大家是美好的愿望 但两人只是同门师兄妹 并不是其他关系 所以知晓网友的好意后 刘翔和张子林都做出了回应 张子林说自己和刘翔见过一次面 自己更不是刘翔的师妹 而刘翔用一句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来回应这次绯闻 不过刘翔当年比赛输了之后 还被很多人炮轰 张子林却站出来力挺刘翔 因为他做过运动员 知道这背后的辛苦 网友乱点鸳鸯谱 正是因为张子林 作为中国首位世界小姐冠军 他的感情脱受人瞩目 其追求者多过过疆之机 其中不乏一些富二代 官二代 甚至是高官巨甲 据说当年的王思聪 好友孙明南 以30亿身家追求张子林 跑车名包 华服 为博美人一笑 何止一致千金 但是都没有能获得张子林的垂青 成名后的张子林 一面积极的工作者 一面也不断地拒绝着 巨甲高官的诱惑 可能很多人面对诱惑 就会选择躺平 嫁给富二代 但张子林没有这样 选择转身拍写的电影 直到2013年 媒体上爆料女神张子林结婚了 而结婚的对象 却是一个普通人 这位小伙名叫聂磊 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高管 月薪三四万块钱 和追求张子林的富商之列 甚价差的十万八千里 但她选择嫁给爱情 在世界小姐选拔赛中 张子林咽压105位 世界嘉丽 获得了冠军 由此出道 作为模特上春晚 寻游世界拍电影 选美出身的女人 都渴望嫁入航门 可是张子林 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却嫁给了一位普通人 张子林老公叫聂磊 是某公司的高管 月入过万 两人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两人回国后 还经常一起吃饭 两人谈了三年恋爱 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其实张子林 嫁给聂磊他家人 是不同意的 因为他这些年 拍戏上综艺走秀 赚了不少钱 身价早已经过亿了 而聂磊只是一个小小的高管 女强男弱的模式不长远 但张子林却坚持要嫁 好在这一嫁嫁对了人 张子林怀孕的时候 聂磊为了照顾他 还放下了一切工作 在家陪老婆 即便在怀胎六个月时 受要参加春晚走秀 丈夫也没有阻止 而是安前马后的照顾 张子林嫁对了 没有和西莫瑶加入豪门 生男孩才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他的选择总是透着一股 人间最清醒 世界小姐冠军 不爱豪门 只嫁爱情 最终面包和爱情兼得 如果更多的认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时节目